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11月15号礼拜二 台股团今天非常厉害 开高走高 几乎收最高 我们已经来到了14568点最高 目前的位置大概碰到半年线 如果我们纯粹看线形的结构来看 我们今天在涨上来之后已经碰到半年线 好 半年线这个 120线 今天的台股 来到了半年线位置 来到半年线位置 来到半年线位置之后 你说它有没有涨高 当然涨高啦 有没有卖压 看起来应该会有嘛 不过为什么台股今天这么强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全球股市大概在短线上面需要回档 因为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的一个结构就出现这个现象 道琼 纳斯达克 废斑 三大指数都下滑了 下滑幅度并不大 是好现象 但基本上 因为 涨高之后 也要进行回档 你看那个道琼指数就知道 道琼指数其实也涨得非常高 那稍微半 上去 好这叫涨多的 回档 原本认为台股今天要回档 那为什么台股今天确实这么强呢 你去看喔 好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 我们今天涨了371点 台积电就贡献了292点 对的没有错 就是台积电往上跑 台积电在今天涨了快8个百分点 哪会这么厉害喔 为什么这么厉害 基本上我们应该去想一个问题了 你有发现一个台积电在低档的时候 外资一直 拼命抗坏嘛 还告诉你什么地缘政治 还告诉你一大堆有没有的 但股票已经上来了 上来之后要不要去追 个人决定 如果你问我台积电涨完没有 没有 这个还会往上涨 台积电为什么涨我们要先了解 未来会不会像 现阶段一涨涨个三四百点 不会 本来指数你就应该要休息 你指数一直往上涨基本上 其实中小型股是很惨的好不好 很多的中小型股会出现什么 资金失血 所以有人说 这是垃圾盘 什么叫垃圾盘 拉台积电 真的吗 好 刚开始是真的啦 刚开始拉台积电的时候 这个中小型股都有沙盘 早盘的时候 后面 尾盘又回来了 你看我们 我们的股票就好了 当初在拉 刚开始拉台积电的时候 他是有沙盘 我的星星是有沙盘的 尾盘就上去了 好 ABF基板我们目前只有星星了 那为什么买金星星昨天也跟各位谈过了 我想 现阶段可能大家会比较好奇一件事情 为什么台积电今天特别强 那是因为 股神 巴菲特 巴爷爷 他旗下的 波克夏基金 在第3季的时候 买了41亿美元的 台积电ADR 他非常看好台积电 这成为全球这个 成为第10大的持股 所以我们回过来想一件事情 如果巴爷爷都看好台积电 市场今天是不是就封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往上喷的 台积电上来之后呢 如果只是拉台积电 其他中小型股都跌 那我说这个盘没好 没有用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喔 今天包含了细晶圆 环球晶非常厉害来了快500块了 环球晶非常厉害 细晶圆 然后呢 对台积大联盟 设备厂的红素拉到涨力满 很多跟台积电相关的个股 这今天表现都很强 帆宣也是 然后呢 对台积子公司 台积大联盟精彩拉到涨力满 还包含了 再生晶圆的 中砂 本来中砂都快挂掉了 就是基本上都快挂掉 突然一个利多出来把他拉上来 有没有 这个市场的人气就进来 如果市场人气进来 他说明一件事情 今天不是只涨台积电 他涨的叫细晶圆 再生晶圆 台积电子公司 风测 跟 半导体设备 对吧 都涨 并不是没有涨 都涨 那你就说明一件事情 今天不是垃圾盘 不过因为资金在移动 所以原先的强势主流会休息 有一些原先强势的可能短线休息 像西智材 对 我的M31今天就休息了 原先他是主流 但是也没什么大跌 没什么关系 好待会再来谈 另外一档 3035的智原 我们目前西智材就两档 一档是M31 一档是智原 智原我告诉各位 我们买在第一根起涨点 有会员在问老师 智原已经来到了半年线 那智原来到半年线 有没有关系 交给市场 我买在132 今天收盘167 我赚了35块 我交给市场就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波当初 这个我认定 这个他会上来的原因 原先的想法是这样 我为什么在132块这一天买智原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讯息 叫做 美国 打中国 在晶原的这一块 在晶片他就打击中国的晶片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先进的制程的设备 是不能供货给中国的 所以 你不供货给中国 中国 只有两个可能吗 一个可能我不发展 我就放弃这一块领域 第二个 我绕道在境 所以绕道在境就是 你不给我先进制程的晶片 我用成熟制程 来什么 来取代你先进制程 听起来很荒谬对吧 不荒谬 你只要用两颗三颗 四颗五颗去取代一颗就好 因为一颗的先进制程 它可能是SoC 单晶片的概念 它可以控制 它可能控制驱动控制什么 控制一大堆 那我用成熟制程 我可能多用几颗 我一样可以办到同样的高效 一个运算的一个结构 那对谁有利 对 成熟制程的 细制才有利嘛 也不算成熟制程啦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说 基本上 对 联电是受贿的 所以这个 台积电受害嘛 当时的讲法是这样 那结果呢 我选择是 这个智原 我不买联电 我买的叫智原 我比较喜欢细制裁 细制裁有一个特色啦 就是你的东西 中国没办法复制 你说联电机缘代工 中国可以复制 中芯就可以给你复制 中芯国际就给你复制 但是细制裁这块领域 它需要高的一些 它是靠人脑的一个概念 它是设计出来一些东西 这个地方就除非你把人挖走 否则也没办法 所以我想 这是为什么买智原的原因 后来为什么要买M31 我在这两天有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还没有听清楚 你刚好趁它回来可以买 为什么呢 因为M31叫高速传输的IP M31是高速传输的IP 高速传输的系资产 M31的成长性来自于它构新 所谓构新就是 它是新兵 2010年才跨足这个领域 所以因为它是新兵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细制裁大涨这一段的时候 M31没有跟到 没有跟到代表什么 筹码相对安定 好 为什么它没有跟到 因为在细制裁的这块领域里面 越老牌的 你通过客户的认证越多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M31基本上就是送样给客户 让你去认证 今年开始发酵 为什么今年开始发酵 因为通过认证的 这个比较多了 通过认证的客户群比较多了 然后呢 相对来讲 我的开案量就会增加 我开案量增加 我权利金拿的就会比较高 所以权利金的占的部分 已经来到15% 所以来到15% 你权利金越高越有利 之前授权金是比较高 现在是权利金比较高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变成 M31未来的成长动能是非常强的 好这就是 对它授权金占85% 权利金占15% 基本上你可以看 股价 虽然过高之后在高涨震荡 拉回也要买 不拉回也要买 我常跟各位谈一个东西 就是等于说 你现在要做的动作是 很多人会担心这个盘会拉回 我昨天讲过如果不拉回 拉回你也要买嘛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未来具有前景 对 你不拉回呢 你还是得买未来具有前景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说垃圾堆里挑黄金 不如黄金堆里挑钻石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们如果去买进的方向 是正确的 方向对了 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剩下的部分就是 我觉得什么方向是对的 我不会跟你讲面板的方向是对的 虽然他已经度过了最坏的状况 对吧 因为面板有个很大的问题 我必须强调一点 尤其是面板 制造业 友达群创之类的 人家中国大陆可以跟你竞争 在面板这个市场领域里面 华兴光电说的算 京东方说的算 绝对不是你友达跟群创说的算 是因为京东方减产 华兴光电减产 所以面板的报价才没有继续往下跌 所以你去与其买友达群创去 你不如什么 你不如买未来具有成长性的 区东IC只是跌升反弹 我再强调一点区东IC 没有错 明年第一季见到这个区东IC的产业 见到谷底 那之前跌太惨了 现在是跌升反弹 这一段已经过去了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已经过去 就是 毕竟指数已经涨了一大段 你要在低档买股票的 绝对都没有了 还会停在低档的 看你敢不敢买 你敢吗 今天敦泰开跌停 收到快评盘 你敢吗 有人敢买 是不是在低档 回到原来的低点 可不可以买 自己决定 敦泰昨天跳空跌停 今天开盘在跌停 但开跌停就往上拉 一定有人进去买 那为什么敦泰会跳空跌停 第三季 亏损了 13.57元 我第三季亏损了13块半 当然你提列一些库存跌价损失 这个 可是我对于这种公司派 绝对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好 那我为什么要用敦泰来谈 现在市场 第三季财报烂到爆的公司 股价都这样走 股价都这样走 那财报好的拉回来要不要买 当然要买嘛 台财报烂的公司 股价都这样走 第三季亏损了13块半的 敦泰都这样走 那财报好的公司拉回来要不要买 当然要买啊 这个逻辑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吗 那有一些不拉回呢 不拉回你就看它的成长性 跟现在的估值合不合理 如果可以 就买进去啊 所以我常在讲说 有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有很多股票都是这样 现阶段 财报不好的公司其实 第三季财报亏损的不止 敦泰只是敦泰 亏得让人今天 这个非常惊艳啊 惊天动地亏了13块半 伪权店也亏损了 伪权店股价崩盘吗 没有 你看一下伪权店是不是亏损 第三季亏损0.15元 太亏损了 伪权店股价没有崩盘 我不是让你去买亏损的公司 虽然有人说这是有机之谈 这是无机之谈 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买那个我不在垃圾堆里挑黄金 我只买有数字的 我只买有数字的 那你回头看一看 没有错啦这个也也算打底 代表最坏状况过去嘛 但是呢 那我宁可选择什么我宁可选择你产业有未来的 什么叫有数字我讲给各位听就好 我们再把 M31的财报拿出来看 M31第一季赚1.28 第二季赚2.64 第三季赚了3.26 不过第三季的那个营益率降为20.12% 所以有很多是因为汇兑收益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你从财报来看的话就非常清楚 因为第二季的 营益率是24.33%是最棒的 所以 第三季营益率为什么会稍微下降呢 应该是费用研发费用你往3奈米你往5奈米往3奈米里面去走 那个研发费用会比较高 我们可以接受 所以我要看你什么 看你研发费用高的情况之下 你的营收有没有上来 没错吧 我的毛利率是100%代表我的营收 只要上来 有多少营收就有多少毛利 我营收够大的时候 我就可以cover我的毛利 我的EPS就不会降 我就会cover我的费用 我的EPS就不会降太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 M31的10月营收 我让你看你就很清楚 我们在买股票是这样买 10月营收创下类史新高 我刚才谈到第三季会有汇兑收益 所以它的单季获利是3块钱 现在的台币在升值嘛 所以汇兑收益应该 这个红利没有了 可是我的营收动能在往上转强 对吧 1.5亿 我的营运动能 我这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的毛利有1.5亿嘛 那就看我的费用 我的研发费用到底有多少 我假设研发费用不变 假设是3000万好了 0.3 这个0.3 那你如果是1.3亿的 那你扣掉0.3之后 这个扣掉0.3之后会变到1亿嘛 所以你的营益率就相对来讲就会 就你扣掉那个 联发成本之后的费用 就是你的营益率 所以当我的这个 这个 营收变成1.5亿的时候 如果我的费用没有大幅度增加 是不是相对我的获利就会增加 这个这个这个讲法这个有点有点复杂 我们不谈这个 我只告诉你我买m31的原因 你这个地方你去交给我就可以了 好你就交给我 因为真的讲起来会会会要上一堂课的概念 那这一部分交给我就好 我买他原因高速传输IP 然后呢 他的他受惠自成为说 再来就是美中贸易战美中贸易战打下去之后 中国没有说不发展 晶片 所以他晶片的发展会更为积极 他只是在某一个先进制程里面会受 受创而已 所以当他发展更为积极的时候 开暗量就会增加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目前得知的一个状况就是m31的订单能见度看到明年中 那我问你如果他要拉回来 拉回来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没有拉回呢 我们的思考逻辑很简单啦 你去买那个拉回来你不会怕的嘛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就像我们去买这个 新兴样拉回来不会怕 为什么拉回不会怕 因为 ABF羁绊 明年还是供不应求 供给缺口还是存在的 今天如果是供给大于 需求 那就没辙啊 但是目前供给还是什么 供需缺口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看的话 我该谈到 目前有很多股票其实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 就像我刚才谈到的 志愿一样 你不可能再买在这个低点啊 但是我们买完之后会出现什么 上影线 哇好长的上影线 然后呢 对 这一天我记得这一天最清楚 这一天买完隔一天冲上去 再杀下来 这根黑棒直接开低 吓我一跳 也打回我的成本附近 吓我一跳 那后面呢 一路往上走 上影线 一样 上影线 一样 开高走低 你家的事 然后开高走低 会拎到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我买了一伤二 买在低档就能利于不败嘛 我就不怕你开高走低 我只设好停力 你跌破停力我就会撤啦 如果没有跌破停力我就续报 更何况我认为细字材是好的 不止资源不止这个M31 我可能会考虑 还要考虑其他细字材 我们到时候大家看 所以同样的逻辑啊 你要买第一个阶段已经没有了 我今天金像电是杀回来的 最高超过97块8 杀回来 我买的时候这一天 81跟84 我买的是这一天 最低买了81 最高买了84 买完之后呢 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有没有上影线 我好长的上影线 在一二三 三天前 三天前是上礼拜五 好长的KK棒还带亮 还带亮 我有跟你谈过 他往上都是套牢区啊 所以他一定会做这个什么开高走低什么带亮什么 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你买在81跟84你就交给市场就好了 对吧 我要不要卖 你跌破停利点我会卖 你不跌破我就续报 我认为的做法是这样会比较正确一点 你不可能 一直盯着他来看嘛 因为我们要去寻找新的一个方向 要带新的会员最近加入我们的活动的会员还蛮多的 加入我们活动的客户还蛮多的 这个 满血复活 台股已经满血复活 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指数已经涨高 指数有没有涨高 涨高了 好 涨高 就不会再涨嘛 对吧 我们要讨论关键点在这边嘛 指数涨高 就不会再涨嘛 还是说 指数涨高拉回之后还会上 如果是指数涨高 完了结束了 那对那就没什么用嘛 如果指数涨高拉回还会再上 拉回要不要买 所以我想 对这个活动 这个只要加一块就再加一计 这个 我们公司的一个活动 所以不管如何我还是希望一件事情 基本上 现阶段的台股 我比较在意的就是 买什么 因为它的轮流 它的一个轮动速度 开始在转变 原先我从来没有看 台积供应链 对我告诉你我看好伺服器 我看好 细制裁 我看好ABF基板 我甚至这个看好备动元件 因为备动元件明年基纪落底 对对对我忘了跟你们讲 有些股票 我都不太理他了 75块买的华行科 我都不太理他 为什么不太理他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 也是上礼拜我出现开高走地的会员 在问老师要不要卖 我说他没有 我们设好体力就好了 我买了75块 设好体力就好 剩下就交给市场 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为什么买他 明年第一季标准型 NMLCC见到低点不是吗 我当初买华行科是给你提到这个概念 华行科不是最强 最强是国具 所以应该是国具带上去 但不管如何 你只要买在低档 但这些都没有 好 这些都没有之后 我们现在要做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现在加入 我要往哪个方向走 他一定会有拉回 最近有一些好股票 我告诉各位 有些好股票 这个很妙 法人就给你占到卖方 砰个把你卖出去 我那个金箱店也是一样 这一天公告他财报是非常漂亮 我还以为要喷上去 结果开高走低 为什么开高走低 外资大卖1700张 现在法人都这样 就是你冲上去他就占到卖方 不是他占到卖方 我就一定要把他卖掉 你们了解这个概念 不是他占到卖方就要把他卖掉 而是你占到卖方之后 你是连续卖吗 还是说你现阶段 你只是短期间碰到技术面的压力 你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如果你基本面改变我一定砍 你基本面改变我一定砍 你技术面碰到压力之后 跟我成本的一个阶段 如果离我成本太近我就停力掉 如果跟我成本有一大段 那我就暂时不理你 我的操作逻辑是这样 所以我想现在来看的话变成 我会往哪几个方向走呢 第一个 我认为IC设计越来越有机会 这是因为 IC设计似乎满血复活了 为什么满血复活 我实在搞不太懂 敦泰还有谁要进去买 竟然开跌里买可以拉起来 敦泰都可以这样做了 那其他IC设计没有亏损的 会不会有机会 第一个IC设计 第二个 ABF基板我大概就只会买 星星了 南电我认为南电是主角 但之前操作过南电不是很顺 所以我们基本上南电又不再 不再做 我们就做这个 星星 那再来就是星星有话语权 我在昨天有讲过 ABF基板之后 还有谁 通波基板 你可以开始去关注通波基板 跟伺服器用板 在整个PCB的领域里面 我大概就看这个三个方向 ABF基板 通波基板跟伺服器用板 然后呢 我还会在哪里去寻找 我会在主机板找机会 我主机板都停力下车了 但是呢拉回来我还会买 主机板 明年第一季不是要推出AMD跟Intel推出新产品吗 这些会是受惠的 伺服器一样是受惠的 你往这个方向去走就对 好 至于车电目前比较没有特殊的动能 所以车电我是比较偏向在看 所以我大概的方向是这样 IC设计 为主啦 因为它的市场性很够 被动元件有观察一下 因为国具真的非常厉害 不是我 不是我华星科厉害 是因为国际太厉害 在减值之后的走法是这样走的 太厉害了 好所以国具这样拉之后 可能很多被动元件就会开始动 所以IC设计被动元件 伺服器 伺服器我是绝对 没有 认为没有问题的 车电也是OK的 只是车电目前还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一个股票出来 然后还包含什么还包含了 对大概就这样吧 ABF基板 然后这个PCB的部分 PCB部分我们再去慢慢去做观察 好不管如何 台股走到现阶段为止 我认为 第一阶段 或许在今天碰到半年线之后有可能休息了 对除非明天台积电在大涨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对所以可能会短线上休息了 而全资股休息反而是中小型股轮动的开始 所以等到拉回之后我们再去做一些布局动作 台股满血复活 全面半价 会及加倍 我忘了告诉各位 今天台积供应链我们买进了一档 金益求金 我只买了这一档 我后面再观察一下台积供 对台积供应链也是我新纳入要观察的 因为本来都没有看台积供应链 但突然看到今天台积供应链上来 所以我认为台积供应链或许会有机会 那目前只切进了一档 两组会员进去切 切进了一档 好那这档股票我把它取名叫金益求金 我没有时间了 我明天再跟各位来分享 台股满血复活 一块只要加一块 再加一季 先接收看 年同时间 再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吃饮所欧子的大级我 在诺子里面的开门 那天早上10点半到年